古友们,大家好,今天有两个内容 一是威廉指标,二是回答问题 如何在富途牛牛里面设置多窗口显示 威廉指标是一种我们大家很喜欢用的指标 有的古友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 威廉指标用于辅助日常交易所判断 最主要是辅助判断底部与顶部 适合于母前的情况 它最适合的情况就是 已经跌了有段时间了,有一定的跌幅 此时帮助判断底部 它判断底部的正确率要高于判断顶部 它是一种超买超卖指标 也是波动力指标,它反映波动的幅度 它的计算在右边 在14天内这个笔值 分子呢,它就等于当日的收盘价减去14天内的最高价 分母呢,是14天内最高价减去14天内的最低价 这个值永远是负数或者零 所以我们看左边 它的波动在零到负100之间 零在顶部100,在底部负100 在富途牛牛里边有威廉指标的介绍 我们点这里就看到指标介绍 在这里,富途牛牛犯了一个比较大的错误 它把这个最高价写错了,写成了最低价 在这里,红色圈圈的地方,这应该是最高价,不是最低 这样意思就截然相反了 大家不要被误导了 我现在把它改过来之后,这就正确了 其他的都是对的 威廉指标,我们看这里 12341,波动于零到负100 上面是零,下面是负100 本指标以50为中轴线 高于50为股价转强 低于50是为股价转弱 强弱 本指标高于20后 再度向下跌破20 他说的买入点和卖出点和CCI的有部分相同 CCI的点位更全面 威廉指标的重点不在这里 它的重点是第四,画红线的地方 但威廉指标连续触顶三到四次 比如说在这里 股价向下反转的几率大 连续触底三到四次 股价向上反转几率大 这是重点 只看这一条就行了 我们可以看到 威廉指标和CCI指标的曲线比较相似 它们都是超买超卖指标 都有强势区间和弱势区间 它与CCI的区别就是 威廉指标有区间零到负100下面的 而CCI没有波动区间的限制 它的值可以是正负无穷大 下面我们看威廉指标的应用 看下面画得跟红绿灯一样的地方 它就是WR指标 它最上面是0灰色的 红色的是-20 下面黄色的是-50 绿色的是-80 最底就是-100灰线的 我们看具体应用 M2指标连续触底三到四次 股价向上反转几率大 在图里这些方框的地方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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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前 这里 触底 触到-100之后 股价都有反弹 WR在这里 几次触底之后 在这里是不是反弹了 股价 在这里 触底 反弹了吧 在后面反弹了 这里也触底 这里也有个小反弹 这里触底 也有个反弹 而现在呢 它又一次触底了 那它是不是接下来就又要反弹了呢 这里可能是它的底部 它不一定说一定要触底三到四次才会反弹 在这里 它这个 WR指标呢 它还有点动画了 压平了 这里也是有一点动画 变平了 现在WR指标 它的形状呢 与前面 这里这里 它的相似度比较高 它股价呢 肯定就是在这里犹豫 在震荡 下周应该差不多 要反弹了 到时 这里的曲线也会向上翻 顶多也就 在这两天 看到下周二情况怎么样吧 我们再回到2020年3月的时候 看这里 WR指标在这里 还真是四次触底 触到负100 在这里就开始反弹了呢 相反的情况 我们看WR指标 判断顶部 比如说在这里 它多次触及顶部 触及零 所以这里就是顶部 这里也是 这里 这里都是顶部 我们要灵活应用 威廉指标 讲解完了 指标呢 不再多 能用好就行 现在回答问题 怎么在复途牛牛里边 设置多窗口显示 这是复途牛牛里边的一个窗口 这是Tesla 我们点右上角这个符号 把它点小 变成小窗口 然后点击左侧栏里交易双击 这个窗口就变成了这样 变成了纳指窗口 这可能是复途牛牛内部的设置 这个窗口就是可以添加新窗口的状态 我们点加号 新建标签页就出来了 我们按住新建标签页2 把它拖到右边来 放到右侧 不要放到最顶端 给它有一点距离 要不它就是大窗口 两秒钟之后 新的窗口就会出现 把这个没有用的工具箱点掉 然后点这下面随便一个先点 比如说上证指数 然后我们在这里改 比如说我想看VIX 我选VIX 这个是 这就出来了 这是分时图 我们可以把它换成开线图 这样两个窗口就出现了 有的人有超大屏幕的还可以设置四张图 我们可以在两个图里分别操作 比如说我要在左边的图里给它添加布林线 我们点击 左边的就出现了 我们要在右边的图里给它加上GMMA均线 点GMMA 顾比均线就出来了 我们再给它加第三个 点这里 加新建标签页 把它拖到这里 放下 两秒钟之后 它新的窗口就会出现 把这个工具箱点掉 这是第三个 给它先点 道指吧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改 比如说我想看这屏摩根 这就出来了 第三个窗口就出现了 同样我们还可以设置四个窗口 分别放在屏幕的四个角 如图锁式 这里显示的有四个分式图 还是回到大图看比较舒服 用于比较的时候才用多窗口 今天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 观看 关注和转发 有问题 请留言 咱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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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